就是search search的话基本上 比如说我要去找什么关键字 然后去哪边找 有没有的话 search回来就告诉你有 true跟false 而且告诉你说 他找到的位置在哪里 头跟尾的位置 如果你要找数量的话 你可以用find all 有找到几个 然后他会帮你把你找到的东西 放在那个串列里面 那其实跟那个beautiful soup 有些部分是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说他比较麻烦就是说 他必须要用一些符号 去表示说你到底要找什么 比如说一个什么 一个中国阿虎就是 你的那个志串的群组的位置 你这边有叙述有个中国阿虎 另外的话呢还有什么 志串的开头 志串的结尾 有没有然后呢 这个一个以上找到的 或者是跟这样 零个或多个结果 或者是一个或多个结果 你可以必须要用这种符号 然后还有找的这种资料的形态 第一的话是整数 W是任何字 等等的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 还有就是说你要找的是 哪一种内容 包含就是说如果A到 有没有 这边有0到9 就是0到9所有的数字 或者小A到小Z的话 就是小写全部 然后大A到大A大写 就是意思说学所有的英文字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规则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 所以我补充就是在那个什么 如果刚刚这一题 假如说我要把它改写 像我们刚刚那个下载YouTube 如果我要把它改写成 用那个Regular 那个Expression的方式来改的话 那我有把它贴上 不过这个有点复杂 比较复杂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一样用FindOff 那FindOff的话 一样有一个什么呢 Watch 有没有 我们要找到Watch 有没有 然后问号一个V嘛 不过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因为这个斜线跟那个问号 基本上会跟它里面的那个 有没有用到的那个字缘有冲到 所以必须要在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 如果没有加反斜线 它就无法辨识 比如说我们要在 这个下载的原始码里面 帮我找什么 找Watch 然后有个V等于 后面的话有一串英文字 一个以上的英文字 这边有个加 就是它有一个以上的英文字 最后也是用英文字结尾 有没有 你就叙述给它 那并且呢 帮我把这个放在一个List里面 最后的话呢 再帮我把找到东西 把它丢出来 那你会发现 如果用这个方法 结果也会跟什么 跟那个 我们用Beautiful Super 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OK 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参考看看 两个我觉得各有优缺点 只是说呢 如果你要用那个R1的话 它的缺点就是说 哇它的规则太多了 你光看懂那些规则 就是一个麻烦 OK 所以请供参考 至少你要知道有R1这个东西 因为未来呢 你也会遇到一定会有用 叫做什么正则表示法 或者叫什么正规表示法 正规表示法 OK 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用像Find All 找到什么呢 找到某一个 像原始码里面 这么多东西 你要找 它有没有相关的特征 什么特征呢 前面一定会是什么 What 问号 V等于 什么什么英文字一堆的 你就叙述一下 它就说 这些东西帮你找到 Find All 就全部帮你找到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用search的话 就是里面有没有 回来告诉你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说 网页里面有没有哪些关键字的话 你用search 如果你想知道网页里面 有多少个 某个关键字 像什么网路声量也可以 Find All 你可以把那个 找到的次数 就用LEN 它一个list LEN就是算里面有几个 那你也可以算出 网页里面哪一个声量最高 比如说最近不是要选举的吗 谁在网路上被讨论的次数最多呢 其实用Regular Expression 其实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那用哪一个 用Find All 就可以了 Find All是里面有几个 它回来告诉你 里面所有找到的 你可以把它 用LEN就可以知道几个 用search是有没有 有没有 可是网路声量最大有 没有也是一个 可是最好是有数量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关键字的话 就是这个叫 Regular Expression 或者简称叫什么 R-E-G-E-X 或者你可以搜寻 Python后面加一个R-E 应该有 R-E Enter 然后里面我是建议你可以看这个W-San School这个 这个W-San School这个 这个写的我觉得是好像比较清楚 或者是你可以找什么 找那个官方的 官方的就这一个 R-E的这个 它有一个什么3.7.4的Documenting 这个也是啦 不过我觉得官方写的就有点难懂 不过你可以切到中文 不过是简体的 OK 这边也有啦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它的优点就是非常强大 但是缺点就是非常难懂 OK 那但是所以呢 如果前期啦 我觉得我们用Beautiful Super先好了 之后后期如果大家慢慢有概念 我们再慢慢补充这一部分 那我有把我刚刚写好的 把它把它放到哪里 把它放到我刚刚的那个下方 所以补充用这个 那个Regular Expression这部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你们或许也可以run一下 这个